今天是圣诞节 圣诞节顾名思义就是 有一位圣者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这位圣者就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耶稣要诞生 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圣诞节 为什么不是另外其他的人的诞生 耶稣的诞生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值得我们这么去纪念 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 如果你们熟悉圣经 你会发现福音书花了很多的笔墨 去特别告诉我们 耶稣的诞生是不同寻常的 耶稣是因圣灵的感孕 借着一个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处女 一个童贞女 玛利亚生下来的 你可能会说 这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 这一切根本就是 这些宗教人是编出来用来哄骗人的 对吧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但是实际上 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知道 耶稣基督最纯洁无瑕的降生 恰恰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所在 今天有一些自由派的神学家们 会说 这些神迹 圣经里的神迹都不重要 我们把所有的超自然的神迹全部都剔除掉 基督教的核心其实就是道德诫命 就是劝人行善 告诉人你要做一个好人 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一样 只不过他做得比较好 而他所建立的宗教就是叫我们学他的样子而已 但是这不是圣经所告诉我们 圣经特别的强调 耶稣的出生是与众不同的 而正是因为耶稣的出生 是完全纯洁无瑕的 所以他才能够拯救我们 实际上当我们去思想 耶稣的救赎工作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 耶稣拯救我们是在十字架上 没错 十字架是耶稣整个救赎工作的核心的焦点 但是耶稣的拯救工作并不是从那开始的 实际上耶稣的怀胎 在玛利亚的腹中怀胎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拯救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耶稣必须是一位完全纯洁无罪的而降生的人 所以只有他才能够代表我们 并且代替我们满足上帝律法最圣洁的要求 因此我们也可以在他纯洁的降生当中 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从诗篇五十一篇来思想的 乍一看这首诗篇似乎跟圣诞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然而这首诗篇所包含的信息 是我们正确地理解耶稣纯洁的降生的关键 这是一首非常真实而且痛苦的悔改诗 这首诗篇一上来告诉我们写作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作者到底是谁 如果你们熟悉旧约的圣经的话 你们就知道这首诗篇写作的背景并不是很光彩的一件事情 其他的有些圣经写的时候都是挺光彩的 敬拜神或者是在会幕 但是这首诗篇有的时候让人不是很想读那个小字 但是圣经的作者圣灵就偏偏地把这个诗篇写作的背景 特别地印在了如今我们的手中的圣经当中都记载了 这是什么背景呢 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大卫与巴士巴同事之后 先知拿丹来见他 于是大卫写了这首诗 这是大卫一生最大的污点 大卫一生敬畏神 和神的心意 牧养上帝的百姓 但是大卫 当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之后 却利用自己的权力 玷污了一名有夫之妇 巴士巴 巴士巴的丈夫是在战场上为大卫杀敌的一名勇士 而且还不是以色列人 是赫人 赫梯人 乌利亚 他是归顺了以色列的 归顺了大卫 在前线为他卖命 效忠的乌利亚的妻子 结果大卫却把他玷污了 结果巴士巴发现自己怀孕了 大卫害怕这件事情败露 于是特意把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 说 哎呀 你这么辛苦啊 对吧 赶紧回家跟妻子热炕头去吧 他想借着这件事情掩盖他奸淫的罪 但是乌利亚如此的忠心 乌利亚说 我的将士还在前线打仗 我怎么能回家去享受我的家里的温暖 如此刚毅忠信的这样的一个将士 他就躺在大卫的宫殿的前面 一宿没有回家 结果大卫发现这个事兜不住了 乌利亚没有按照他所编排的剧本去演 乌利亚你怎么这么傻 我给你安排的角色怎么演不出来 于是大卫又心生一计 打电话 没有电话 飞鸽传书给前线的将军约亚 说 你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前线 然后你把士兵都撤回来 于是乌利亚就这样 被大卫用计害死 这就是这首诗篇写作的背景 不是多么光辉 多么荣耀的事情 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经 这就是圣经 你不要把圣经觉得说 哦 圣经记载的都是那些 挑好人好事 对吧 扶劳乱乱过马路 学了一封做好人 不 圣经给我们的是真实的人性 真实的罪 真实的痛苦 直到上帝派先知拿单去责备大卫 大卫开始醒悟悔改 于是写了这首悔改诗 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卫 大卫啊 你可能会想 大卫啊 你怎么可能犯这样的罪 你是一国之君 你是和神心意的君王 我们很多时候容易轻视罪的可怕 我们有的时候容易高举罪人的良善 我会想 大卫怎么可能犯这种事呢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也可能有一些仰慕的人 一些你尊敬的人 一些你觉得 他一生一定会 遵行神的道 他一生一定会圣洁公义 这个人特别棒 他是属灵的领袖 当我们把 一个人的 没有犯罪 或者是他的一种圣洁的状态 当作是 这是他本来就天生俱备的 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一个大错 不是因为他 所以这个时候恰恰 属灵伟人的陨落 是上帝在提醒我们 罪人 都是靠不住的 我们不应该高举任何一个人 甚至你不应该 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也包括我 你不要看着说 哦 王一牧师 每天在台上讲道 每天能够带给我们 属灵的喂养 我也是一个罪人 你也是一个罪人 今天你看到的最畅销的 属灵的书籍 那些神学家 写那么厚一大本了 让你拿着之后 就不想读的那种 他们也是罪人 特别是这些伟人的陨落 让我们能够更彻底地 看透堕落的人性 因此当你陷入到这样 有的时候你会陷入到试探 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为他祷告 若不是上帝赐下恩典 来拖住我们 我们下一秒就会沉沦 所以让我们今天 首先要来看这个诗篇 最上来这首诗篇 为什么是理解 耶稣降生的最重要的地方 因为这首诗篇 让我们彻底地认识了 人性到底有多么败坏 只有我们认识到 我们的罪 到底有多么彻底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 我们需要的救主 需要有多么的纯洁 所以首先大卫上来说 神啊 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悯我 按照你丰盛的慈悲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净除灭 洗除静静 并且截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 藏在我的面前 保罗说 神的恩词 神的恩典 是要领罪人悔改 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 所以当你看到大卫 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意识到了 哦 上帝的恩典 现在在他的身上 一个罪人的悔改 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努力 不是靠着他自己 醒彻 有多么透彻 不 一个罪人的悔改 是上帝的恩典 在带领着他 所以这是大卫 首先看到的 上帝的恩典 使他醒悟到 认识到自己的罪 他开始承认自己的罪 他说 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知道 大卫刚犯完罪的时候 还跟没事人似的 哦 拔十八 对吧 通奸了 没事 今天天气挺好的 还跟他的大臣开玩笑呢 对吧 他在 他没有认识到 但是当上帝的恩典 开始临到他的时候 他开始醒悟 他说 我知道我的罪 他在说我的罪 他开始为自己的罪负责了 而不是推卸责任 他没有说 我有罪是吧 那拔十八也有罪啊 拔十八长那么漂亮 洗澡不关窗帘 非得让我看着 他没有说 我有罪 但是乌里亚也有罪啊 我把他叫回来 让他跟妻子同房 他怎么就不去呢 这是罪人的天性 罪人的天性 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 从亚当开始到今天 到大卫 但是当上帝的恩典 临到大卫的时候 大卫不再推卸责任 大卫说不 拔十八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乌里亚是忠心的 我的将士 他们都没有错 是我的罪 我的罪 藏在我的面前 这种对罪的认识 不是暂时的 而是持续的 持久的 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 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我每一次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八十八那个无辜的神情 他那样的去恐惧 但是我却利用我的强权去霸占他 我每次闭上眼睛 我就想到我的乌里亚 他那么的忠诚 他在前线为我作战 为我的国度征战 但是我却用计谋去害死他 那种罪恶感一直压在他的胸口 他仿佛时刻都能感觉到上帝的愤怒 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 你的罪在哪儿 你有常常地看到你的罪在你的面前吗 学着这样的祷告 我知道我的过犯 主啊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 这是上帝的恩典实行产生的第一步的果效 让罪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罪 然后接下来 罪人开始转向上帝寻求帮助 求你按照你的慈爱连续我第一节 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尽静 并且截除我的罪 这是上帝施恩的第二个结果 就是罪人开始转向上帝寻求帮助 他没有转向他自己 他没有说 虽然我犯了这个罪 但是我还是做了很多其他的好事的嘛 上帝啊 对吧 我就犯了这一个罪 我这一生都合你的心意 我这一生 你还记得我打败格里亚呢 那怎么不算呢 他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 他寻求的不是他自己的意义 而是上帝的怜悯 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产生的果效 他开始依靠上帝 这是一个反核性 向他发怒的是上帝 但是同时他意识到 唯一能够躲避上帝愤怒的地方 也是在上帝那儿 因为这位上帝 有慈爱 有怜悯 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并没有使得他继续放肆自己的罪 而是他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 祈求上帝 用慈爱来带他 然后上帝的恩典 接下来产生了另外一个果效 就是第四节 它使罪人开始了解 他所犯的罪的对象 并不仅仅是冒犯了其他的邻舍 而是冒犯了上帝自己 第四节大卫说 我向你犯罪 唯独得罪了你 我在你的眼前行了这恶 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 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虽然在地上 在现实 在地上的现实当中 大卫是玷污了巴士巴 杀害了乌利亚 他所犯罪的冒犯的对象 是地上的人 但是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 他开始意识到 他的罪所冒犯的对象 不仅仅是地上的人 而最终极来讲 他的罪所冒犯的是在天上的上帝 他说我是在你的眼前行了这事 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上帝的面光当中 这种对上帝的临在的意识 你知道你偷偷摸摸在屋里关起来 做那点事上帝都在天上看着 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你的思想 你的脑海里面所闪过的一丝的念头 都在上帝的眼中 这是出于神的悔改 意识到他的罪是抵挡上帝 圣经提到过有两种不同的悔改 一种是来自世界的悔改 一种是出于神的悔改 你们知道吗 知道啊 知道我就不讲了 我讲你们都知道 格林多后书第四章那里面提到了 保罗说 因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 这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 悔改 以致得救 但是按照世俗的忧愁 意思忧愁是叫人死 所以的确的 我们看到许多的人在今天 他们可能不是基督徒 他们也不信上帝存在 但是他们做了一些亏心事之后 他们内心还是会有这种后悔的状态 对不对 哎呀我怎么做了这个事情 但是当他们这种后悔的时候 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按照世俗的意思忧愁 这是世人都会的 这种忧愁有什么特点 这种忧愁是源自于自义 哎呀我不是那种人呢 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上天害理的事呢 我本来是挺好 我觉得我自己很好啊 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这是自义 而且这种悔改 没有意识到他的罪冒犯了上帝 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上帝 但是出于上帝的悔改 按照神的意思忧愁 是像大卫这样 是意识到主啊 我单单的得罪了你 我对八十八对 乌里亚所做的事情 是在你面前所行的恶 我亏缺了你的荣耀 我没有荣耀你的名 而这是上帝的恩典 接下来会更加深入地让我们明白罪 接下来上帝的恩典去继续地进入到大卫的心中 第五节大卫意识到罪的本质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些行为而已 他开始深入地去理解罪是在人性本质当中的污秽 第五节他说 我是在罪孽中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 大卫从犯罪的行为开始一层一层的反思 外在的表现或许是对权力的滥用 奸淫谋杀 在他背后或许有了他的情欲 他的对权力的欲望 他的诡诈的思念 然而这些虽然很深刻 但是并不是罪的根源 大卫更深了一步 他直击到整个问题的核心 他的思想回到了他一生最初的阶段 回到了他的罪最深最早的根源 他说我的罪 我是在罪孽中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 我就有罪了 因此问题不是当他坐到了 君王的宝座上 他内心膨胀了 问题并不是出在 当他看到拔石拔洗澡的时候 他产生了一念 问题不是 当他看到乌里亚没有按照他的意思去行的时候 他产生了诡诈 不是 的确这些只是一些 最冒出来的时刻 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 但是问题的根源在于在他母亲怀胎的时候 大卫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 我们是罪人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错的事情 好像我们生来都是一张白纸 不 圣经说你是罪人 你之所以会做那些事情是因为你在亚当里是堕落的罪人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苹果树不会结出葡萄来 你想把一个苹果树包装的像葡萄树一样 你说我把苹果都摘下来 把这些坏的这些行为都把它掩盖掉 然后我给它挂上葡萄 我给它都挂上葡萄 挂满了葡萄 我说 哎 看 它变成葡萄树了 它能吗 变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根 它这棵树的本质是苹果 大卫也在这个时候意识到 我之所以会产生对权力的滥用膨胀 我之所以会犯奸淫 我之所以会产生谋杀的念头 这一切是因为我的根 我人性当中的根 是有罪的 这也是全人类的光景 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一个人从怀态的那一刻 都是被罪污染的 在我们的身体里 没有一个细胞是干净的 在我们的灵魂里 没有一个角落是圣洁的 自从人类堕落之后 这种败坏就弥漫到 整个人性的各个角落 因此圣经说 全人类都服在罪以下 毫无盼望 甚至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婴孩 在母亲的胎里 就是有罪的 因此圣经说 没有一人 没有一人 连一个都没有 圣经没有在夸张 上帝说话从来不夸张 上帝说话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看到那位真实者 上帝道出了我们的本相 凡有血气的 圣经说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 包括那位和神心意的大卫 如果大卫都能做成这样的事情 就甭想你了 就甭想我了 大卫可是被圣经 唯一一个称为和神心意的人 而当我们意识到罪是如此的彻底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接下来转向 一位在我们之外 纯洁无瑕地降生到这个世上的一人 我们的救主耶稣 如果说我们的身上 没有一个细胞是干净的 我们的灵魂当中 没有一处角落是圣洁的 那么我们唯一的盼望 必须来自于我们自身之外 必须来自于整个堕落的人类之外 如果说我们在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人 从怀胎的时候就是洁净无罪的 如果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在罪孽里了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人 为我们纯洁无瑕地降生 如果我们一生都一直怀着各样的私欲 诡诈 贪婪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 为我们一生持守公义 直到最后 一生抵挡试探 完美地遵行上帝的律法 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 这就是耶稣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 他纯洁的降生 就是他的救赎 耶稣来并没有以一个三十岁的成人的形象 哇啦 降到这个地球上 没有 耶稣是借着进到人类的母胎当中 成为一个胚胎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变大 长大 成为一个胎儿 然后经过玛利亚的产道 成为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 然后一点一点的 被玛利亚的乳汁所溥育 不断地长大 他会哭泣 他会经历饥饿 他会经历寒冷 痛苦 因为我们也经历过 他要来代表我们 他要来代替我们 过一个完美的人类的一生 来完全地达到上帝公义的要求 好叫我们能够被上帝接纳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庆祝圣诞节 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了 因为耶稣已经纯洁无瑕地降生了 而耶稣降生 弟兄姐妹们 是为什么 是为了谁 不是为了他自己 耶稣来是为了我们而降生的 为了我们 天使在对玛利亚启示的时候 对他说 不要惧怕 对牧羊人 天使对牧羊人这样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消息 是一个好消息 不要怕 关买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为你们 for you 为你 耶稣来了 耶稣来不是为了别的 耶稣来不是为了别人 耶稣来不是为了自己 耶稣来是为了你 你或许会想 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罪人 我是一个无恶不做的邪恶的人 有谁会爱我 我已经对自己绝望了 你可能会想 我是一个自私贪婪 鬼诈得像大卫一样的那样的人 我曾经伤害过 那些我最亲近的人 我曾经背叛过 那些忠于我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渣 有谁会顾念我 你可能会想 我是一个在母腹里就有罪的人 我的罪如此的深 有谁能竭尽我 有谁能拯救我 而今天 耶稣借着我 对你说 他会 他会来爱你 哪怕全世界的人 都厌恶你 他会来顾念你 哪怕你对自己都已经绝望了 他会来拯救你 他会来爱你 因为他为你 完全纯洁无瑕地降生 在这个世界上 而听众姐妹们 这就是今天 上帝 向你所说的 因为一个脏的麻布 永远无法擦干净 一个脏的桌子 一个有罪的人 永远无法 竭尽你的罪 只有那个 从人性的最深处 从灵魂的每一个角落 都竭尽无瑕的 那位耶稣 他才能够把你的罪 竭尽 而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最后我想要提 这个诗篇里面 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我最后要说的 一小段 这是在第七节 大力说 求你用牛西草 竭尽我 我就干净了 为什么大卫说 他要用 上帝用牛西草 竭尽它 你还见牛西草 出现过 什么其他的地方 牛西草是一种 吸水性 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它像海绵一样 能够一下子 把水分吸收进去 大卫是在 仿佛是在说 上帝用牛西草 把我的罪 从我的生命里面 吸走吧 我可以洁净 但你知道吗 圣经在另外一处 又提到了牛西草 你要注意这些细节的连接 圣经是非常奇妙的 在另外一处 提到牛西草 就是在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罗马的士兵 用牛西草 蘸上苦胆所调的酒 给耶稣喝 在马太福音 第27章第34节 这苦胆所调的酒 就是我们的罪 上帝用牛西草 把我们的罪 从我们的生命当中 吸走了 完全地洁净 我们把我们的灵魂 擦得一尘不染 完全地洁净 这个沾满了罪的 苦涩的 难喝的 醉酒 上帝把他放到了 耶稣的嘴里 耶稣替我们 喝尽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归给他 他替我们被上帝刑罚 而他把他完全 竭尽无瑕的人性 赐给我们 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所有的盼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来庆祝圣诞节 这就是为什么 圣诞节是一个 朴实欢腾的日子 大喜的消息 因为人类历史上 再也没有比这个 更好的消息 因为再也没有 另外一个人 能够帮助你 竭尽你的罪 直到最深处 没有耶稣 他带给我们 喜乐和永恒的平安 所以弟兄姐妹们 在这 2022年的圣诞节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 那位 唯一纯洁无罪的圣者 那位圣灵感应 童女所生的救主 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爱我们 为我们而降生 为我们舍己 所以让我们向他 献上一切的颂赞 就像一首古老的圣诗 所唱的 来吧 全地的救主 彰显你纯真的降生 让世世代代 皆下拜 如此诞生 万主之主 阿们 我们一同来地头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 你借着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纯真的降生 来拯救我们 脱离 那个我们所无法摆脱的 被罪玷污的人性 你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你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 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舍己 并且他把他纯真的人性赐给我们 带给我们盼望 就是将来 当他再来的那一天 他要更新我们的人性 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更新我们的身体 将会不再朽坏 主 不论我们现在 经历任何的罪 苦难 主 愿着圣诞的信息 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和平安 也借着我们接下来所领受的圣餐 能够继续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你 阿们